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你們好 這一集的《樂報》我這麼廣場 想講講失業率的下降 有我余榮陽 也有鄭仲暉 慧安 你好 大家好 最近出了的官方數字 第二季澳門的失業率 整體的失業率是1.7% 澳門居民 計澳門居民是2.3% 兩個數字分別都比上一季 是跌了0.4%的百分點 非常之好 1.7%和2.3% 2.3%是本地人 不算離開本地 而有藍卡的又沒有了份工 2.3%都幾乎 在有些國家和地區 就當它是全民就業了 因為我們的計算 都比較均真的 都是三四千個失業的人數 應該這樣 這個數字 反映到對勞動力的要求 也都能夠在若干程度 是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中位數都約到近期 都升了少少呢 我和阿輝哥都講過幾集 人力資源協會的會長徐展民 他亦都講到 有些新畢業出來的大學生 他對他們的就業是比較樂觀 因為當前 他看幾個適合他們就業的行業 因為不是說一些基層的人 包括會展 娛樂事業等等 幾個行業都需要人 這幾個月的走勢都不錯 我和輝哥親眼看到 會展是真的復興的 徐展民認為 可能會在下半年出現一些 挖角的情況都未定 而有關的行業 或者會出現一些加薪 因為這個供求很緣故 輝哥也都看過很多的博企裡面 度假村裡面的生意 確實需要大學生的工種 應該是比較樂觀一點 但是又有很多暗勇 我們一會兒慢慢講 聽聽輝哥在這個階段 有什麼看法 我想澳門的失業率的低 因為其實澳門事實上 這段時間復甦得很快 很多行業 講復甦不只是復甦那麼簡單 有些是新的行業的發展都很快 譬如我們會展 其實現在會展的規模比以前大了 以及會展的次數都比以前多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澳門 現在不斷推行演藝之都 運動等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講這些都需要很多人 但是我現在擔心一個什麼問題 現在兩極化 當然你說現在的失業率 就真的很低 但是有些人 是覺得自己雖然沒有失業 但是向上游 經常都講這個問題 我向上游的機會少了 可能有些到某個階段 這個可能 因為外勞 他如果不是用一個所謂專業入的說話 可能他是博士 他用一個普通工種入了 但是他其實那個學歷 是可以擔任這個職位的 所以變了很多時候 現在澳門的居民 跟你爭地盤的工作是沒有的 因為沒有人跟你爭 你試試去開地盤 會有多少人去做 但是向上游 這個已經真的要注意 我經過一些店舖 看到他貼出來的紙 就說招聘職員 他的薪金不太差 例如一些連鎖店 這裡就不細緻去講名字 連鎖店包括有些是日本式的 他賣一些家品等等 15元一個單位 有些是便利店的 他們的薪金不太差 就像你所說 他們有制度 有普通的售貨 有些是主管 然後主管上面 有些可能是總管 如果沒有生意 會不會減退這樣一間 不會的 有些是減退分店 有些是整間不來不做 撤走不在澳門市場 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會引起有某些人失業 這些失業的人 反過來過去 就會找另外一些工種 就會欠飯碗 所以現在似乎是不錯 但是我們要居安都好 而且還沒有完全安 好像那個名寧的名字 半日安 要施危 怎樣令到店鋪 不怕這麼倒閉 因為我跟輝哥說過 連銀行的盈利都減少 你說普通的店鋪 怎麼捱呢 當然每一個行業 你都說要輕盛 這個不現實 因為很多行業 隨著很多客觀的因素 它會變化 它自己在澳門被市民的供求 可能失調 所以在這方面 失業率必然會有的 為什麼呢 你不能夠保證別人不倒閉 你如果正式 不過澳門這個制度 就不會說 因為你失業 就一定是要去報了 才會有救濟金 或者那個失業金 諸如此類 我想當然這個制度 有些人會去用 因為澳門人 尤其是打工制的權益 這個會有 但是有些人 他是未必去申請的 我相信有些店舖倒閉了 那個老闆 他未必願意去申請失業 我現在報失業 這些就變成失業 老闆失業了之後 這個未必進入了 那個失業的數字裏面 那樣樣釐清 失業率低了 整體來說 講講整體 還有你在澳門 你都觀察 疫情前 你在澳門留了很多年 直到過了疫情到現在 是不是現在都是一個低位 失業是低位 是啊 是不是都比較 曾幾何時 還不是那麼旺 經常拿19年比較 但是我們說回 19年 2009年的時候 都試過有些情況 幾捱一下 現在算是表面好 表面 你同意表面 這個還有一個數字 我不知道在那個計算 失業率那裡 算不算是 當中一個因素 譬如有些人超過某個 或者我們叫做退休年齡 65歲 或者70歲 他是不是算是退休 這個不算失業了 是啊 所以這個問題 失業是要這樣的 你是一個適齡 適齡 起碼一般的行業請你 是吧 有些行業特別需要的 比如有些要好眼的 司機 有些要求高一點 總之合乎澳門的勞工法律 而適齡的 那OK 你沒有理由那個人 68歲 走去報失業 不當他失業 但是也好老實講 就是在我們看回香港 或者甚至乎遠少看回日本 其實他的人口不斷老化 其實他真的有些人 不論他需要一份工作去生活 還是需要一份工作去寄託 其實他可能都未必找到工作 這個我覺得這樣 但是按現在的做法 就照行 因為沒有什麼大的動盪 有需要的時候 或者我們都可以建議 不僅是你 我都跟著你的 對 你建議我 好啊 我和意 將來或者那個率 應該還有多個什麼數字 官方可能都會認真聽聽 但是現在我認為都不必 好了 講完市面上怎樣怎樣 我亦都提了一件事 那你覺得勞工局 在過往這六個多月 因為我得到數字的時候 即六月都未到尾 那時候 六個多月 原來令到六千個人 配對 找到工作 那你是不是覺得都做得不錯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勞工局 加上一些勞工團體 他在這方面 我經常都聽見 在報章上或者電台那裏 都講他們會有幾多個職位 一個配對 有幾多個成功配對 雖然每一次的數字不多 可能一百幾十 兩百 但是他們的頻率挺密的 這次我的欣賞 人類資源協會的會長徐展民 就說 他既望那些年輕人 大學畢業出來 先就業 再責業 因為以往很多 都不願騎牛搵馬 我希望一搵 找一份東西 二萬要求待遇 其實就是不絕實際 你同意這句說法 先就業 再責業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有些人 現在說 我騎牛搵馬 騎牛搵馬 他不願意騎 我是不會騎牛的 我要搵馬 那一匹要快馬 還適合我們 大學生 這個心態 希望剛剛畢業的大學同學 或者更甚的就是碩士 甚至乎高一點 我想 不要首先 要因應你自己是甚麼人 然後將那個起步 我現在說起步 一來就是 拔到行去高 這個我想 你會損失了一個 吸取真正社會經驗的機會 多謝輝哥